张罕近况!范澄澄开嫁低!罗志祥结婚!郑爽新剧! 张罕近况!范澄澄开嫁低!罗志祥结婚!郑爽新剧! 哈喽,桶子们,是外裤不是内裤的碧宝又来和大家见面了! 又到了最火爆的碧宝问答时间了!桶子们给碧宝的流氧碧宝都看到卡! 不要着急,碧宝现在就为大家一一解答!桶子们尽管放心看料! 碧宝出品避暑精片哟! 1. 碧宝,堂主张翰在忙些什么呢?还有就是爽妹子的微微一笑很清晨2什么时候开拍啊! 2. 张翰最近有参加综艺的录制和一些线下活动 3. 并且前几天他在微博会员6周年生日会上,成为了首位微博会员特权大使 3. 接下来他还会加盟芒果TV真人版吃鸡节目《勇敢的世界》 4. 从影视方面来看,他目前的存货也很多,有《如若巴黎不快乐》、《夏梦狂诗曲》、《海洋之城》、《猎笋》、《锦衣夜行》等 4. 这些剧也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播出,所以喜欢张翰小哥哥的统子记得关注哦! 5. 郑爽今年的行程特别满,目前还没有微微一笑很清晨2的开拍消息 5. 范城城的资源好多啊,他有靠他姐姐范冰冰吗? 5. 范城城和偶像练习生理其他的小线肉相比,资源的确多了不少 5. 这和他姐姐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之前范冰冰通过人情给他介绍了不少好资源 5. 但是除此之外,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范城城的整体报价比较低 5. 她现在无论是上综艺还是代言产品,报价都不高 5. 必保猜测他应该是想走范冰冰之前低价量大的路,先提高自己的曝光率,积点粉,再慢慢抬高报价 5. 罗志祥要结婚了 5. 罗志祥和女友周杨青谈恋爱已经有七年之久了,他们的恋情刚曝光那会黑料频出,周杨青也保受罗志祥女粉的攻击,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们的感情 6. 但最终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收获了大波的祝福 6. 如今,罗志祥和周杨青已经同居,他们还经常参加双方长辈之间的聚会 6. 据爆料他们的父母已经开始商量他们的结婚事宜,所以说他们离结婚不远了 6. 郑爽的《悲伤逆流》成何什么时候播出呀 6. 郑爽和马天宇主演的电视剧《悲伤逆流》成何目前还没有顶当的消息 6.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剧会在今年下半年播出,所以统子们耐心等待吧 6. 马伊里还和文章在一起吗?他们不仅还在一起,而且感情还挺好 6. 马伊里的情商本来就很高,对文章很宽容 6. 就算是为了孩子,他也会选择好好过日子的 7. 而且文章出轨后也有很诚恳的给马伊里道歉,马伊里现在已经原谅他了 7. 昨天是文章的生日,马伊里发微博给文章说了生日快乐,顺便还帮他宣传了新电影 8. 如此看来他们已经兵士前嫌了,祝福他们能永远幸福 6. 包贝尔为了拍戏变胖 最近包贝尔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胖子行动队》,包贝尔在里面的形象是一个300斤的大胖子 6. 不过,他没有真的变胖,只不过是为了角色需求往脸上身上贴了石膏,还做了倒膜和硅胶 6. 这个变胖的过程听起来挺简单,实则很麻烦,为了变成大胖子,包贝尔每天化妆就要三个小时,可以说是很敬业了。 6. 据说,他有一次还因为这个造型把女儿饺子给吓哭了 7. 在这部电影中,除了包贝尔变成了胖子以外,文章也变成了胖子,他们两个胖兄弟将进入一起贩毒案件,上演一场啼笑皆非的特工之旅 7. 这部电影将在今年的国庆当上映,统子们期待吗? 7. 帝宝问答,统子们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 8. 赶快在评论中留言告诉我们吧! 剧类,明星类都可以有! 8. 帝宝一定之无不言,盐于不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